大家好,我是杰少,现在呢是晚上 这个位置呢是南宁良幸区哦,沿海大道这边 这边的话听说有一个夜市刚刚开夜不久 我们没有来过,所以就听说了就想今晚过来看一下 是什么样子的,开在哪里 但是我们一路过来,感觉都没有找到是哪里有夜市的地方啊 反正比较偏嘛,不知道 这里好偏哦,离我们那里有十几公里,二十公里都有哦 对啊 这里有一个巷子进去,看到有人进进出出的 估计可能夜市也从这里面进去的吧 我们要从这里进去吗 啊,就从这里进去找一下哦 哇塞,黑妈妈的这条巷子,这里不是一个村吗 对啊,说是在这里面的 我们也不确定是不是在这里 但是我们看到这里人进进出出的 以后也是看到网上有人介绍说就在这个地铁站这里下车 然后走到里面来的 嗯,我闻到了一股烧烤的那个味道飘过来的气味 哦,就是这里 蛮热闹的,应该是这里的 外面这条巷子,黑妈妈的一到里面来 哇塞,这么多人 很热闹的哦 对啊 可以开车进去吗 哎,看到他们都骑进去 可以的 因为外面好像也没有地方停车 哇,这么热闹啊 这是又没有地方停车 好漂亮哦 对啊 在外面路口那里又没有指示牌 哪个知道这里有夜市啊 天呐 没有,前面有个大盆子好像 哦,我们是不是走了偏路过来了 对啊 也太好看了吧 我觉得还蛮热闹的 人超多 这边好偏的,我跟你们说 真的离市中心的话可能有20公里左右 但是没有想到这么热闹 这边的方向很好 比较亮 对啊 反而在市区里面那些夜市都是黑黑的 嗯,对对 湛江生蚝 哇,酸叶 酸叶也是南宁的特色 我发现在哪一条夜市都有 这一个夜市开了多久了 嗯,不知道有2020天啊 也不知道啊 春节前有还是春节后 反正是节后吧 这样子是吗 反正我是没有听说 就是表弟说在网上看到有人发 然后他就说,哎,我们要不要出来逛一下 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就过来了 这里是什么 也是豪家 也是生蚝 东北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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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味凤爪 哇 这里凤爪一看口水都来了 五谷凤爪也挺贵的哦 这里也是鸡仔 哇塞,这里香味好浓哦 这边主要是好像没有什么规划车的地方啊 哎,南宁有很多夜市 但是像这一条夜市可以允许 骑电动车进来真的很少见哦 很少很少 烤肠 烤冷面 这个是煎饼果子 你吃过吗 没有 酥肉 虾饼 哇这边 上面的灯光又变了 又换成另外一种了 说真的这边生意好好哦 您看一下这里 吃夜宵的人好多哦 怎么能这么人啊 居然都坐满了这里 酱汁香豆腐 章鱼小丸子到哪里都见了 也少不了螺丝粉 看到前面那一个螺丝粉没有 六周螺丝粉 过到这边来 又换成了另外一种形状的灯哦 好的颜色哦 五颜六色的 好好看哦 像古代那些灯笼 其实我真的好好想找个地方停车 但是都不见有地方停车 他们规划有夜市 就应该有地方给自己食客 停车 要不然开车进来真的比较急 说实话 而且又不好走 手打柠檬茶 手打柠檬茶 你看这里又有一家南柠酸叶 一元凌串 有没有发现前面这个灯光更加漂亮 真的好像流行鱼哦 哇塞 哇真的好好看哦 这是雨伞的造型 对啊 五颜六色 五荒十色的 现在我们先去找个地方停车吧 我感觉在这里骑车真的好累啊 骑又骑不走 原来这里才是正门呢 五项路夜市 刚才我们在那边也可以进去 但是是一条小巷子通进去的哦 对 这里才是正门 我们从那一边到这一边 一直找地方停车 都没有地方停车 我真的想停车 然后进去好好逛一下 但是你们看一下那边路边全部停满了车 连小车也都挤满了 你看那边也是没地方停车 他们都停在那里没有进去 那现在怎么办 算了还是边开边走吧 因为没有地方停车乱停车也不好 是啊 没办法了 没地方停车 我们只能又骑车 我从这边走过去了 五项路夜市欢迎您 五项路夜市欢迎您 这么一看过去好亮哦 人超多 哇好多摊卖这个鸡爪 其实院市有一个不好的就是 重复率太高了 很多小吃都有重复的 没办法呀 对啊所以说 生意你见到人多 生意也被分掉了 你看这里又有一堂酸野 酸野我都见到有好几摊了 不过你有没有发现 居然都没见有那些老板放音乐的 很少啊 基本上都没有 但是比较好吧 对啊这样子比较好啊 比较安静 像平时我们去逛别的夜市 都有放那个音乐好大 生蚝炒的很讨厌 像这样子安安静静的就很好啊 好亮牛心 对啊 又是蘸江生蚝 这里也是螺丝粉 我们去这样子看一下 明明有什么吃的吧 对 洲际牛杂 诶 冷粉是什么 没听过 冷粉 哎呦 停车不方便 所以只能这样子 走马光花的看一下吧 下次有机会的话过来再好好挡一下吧 你看又是章鱼小丸 刚才我们过来也是 哇 蘸江生蚝 这里隔几家又有一家 又有一坛 这里是什么 烤鸡 芝士 玉米粒 河水拐是什么 好像油炸的小吃 好像我们油炸馍 油炸馍那种 哦 烧烤吧 又是一堂蒜蚝的 原罗压角包 哦 是不是周围 这些楼房太密了 没地方停车呀 这里是一条公路的哦 应该是吧 看到下面有这个路标 哦 哦 应该是白天是公路 晚上是夜市 你看还有斑马线 又是一家螺蛇粉 咦 拦截螺蛇粉 不是那家店吗 就是那一家呀 那里很多 家这个 很有名的哦 火酱烧烤 天呐 这个蘸姜生蚝也太多摊了吧 观察了一下真的 重复率好高啊 这些小吃 正常的啦 这个叶子的话就是灯框还挺漂亮的 蒜椰是家 又是一摊蒜椰 哎 这一家怎么灯是不亮的 哇 我居然看到有一家狗肉粉咧 你们看一下 玉林狗肉粉 天呐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他的摊生意都是还有的 就是那一摊狗肉粉没有人 我要吃 怎么说呢 其实也只有在那边 玉林那边才比较接受多了 对啊 生料粉 生料粉的话可能 对于很多就是 不是我们这边的朋友来说的话 可能不知道是什么 生料粉的话就是 小肠 猪肝 这些 反正是 生的 对啊 还有很多类似这些的嘛 然后拿来煮粉 还有猪肉啊 这些都有 海鲜 海鲜啊这些都是 以后拿来煮 它是生的嘛 这叫生料粉 随便你自己选 想吃什么就选什么 这边就不是卖吃的了 灯光就黑了好多 这边是卖这边小东西的了 以后灯光没那么亮 对对对 小视频啊之类的 看下清吧 东西就见到了 哦 哈哈哈哈 终于见到了 哈哈 青蛙哥哥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挺火的 这个啊 对 都买了呀 只是这边的东西是比较少而已啊 旺的人你比较少 可能不是吃的吧 奥特曼小怪兽 小朋友的东西 凉茶 这里是皮带 还有这些玩具 嗯 哎这里还有过去很多都没人摆了 嗯 哇这个灯光真的超亮 是雪花哦 雪花对 哇塞 还过去好远 嗯就是卖衣服的 这里有一趟 你们看一下真的卖衣服都没人来看 没人逛 我们从那一头逛到这一头 在这里先停一下休息一下吧 没有人我就把口罩给摘下来了 其实我还挺喜欢这个夜市的 我也觉得呀 因为 对呀因为去逛过很多的夜市 它这里首先是中间给人走的那个路啊 那个地方比较宽 但是 有一点不好的就是给骑电动车进去 我觉得 虽然说我也骑进去了 但是我是觉得真的不好 其实因为它这边本来就是居民居 它之前没有那么宽的场地 要放车呀 对呀 你那周围这里都没有地方停车 都停满了 对 以后会慢慢完善嘛 这不幸刚开始 但是就是我想不到 上次比较偏的地方 我们还是 那好多啊 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么热到这边 对 因为这边的话我们很少过来 这边 是凉庆区嘛 离西洋堂区那边是挺远的 凉庆区 过去到江南区 也要到清秀区 以后再到西洋堂区 哦 隔了几个区 我们隔了几个区过来 对呀 对呀 哇 这里的东西好漂亮哦 这上面是绣球的造型 这边虽然说没有人摆摊 但是也是很漂亮 我们主要是对这边不熟悉 如果熟悉的话 刚才我们从这一头进来的话 在这边应该有地方停车的哦 对 这里就可以停了 我们呢 现在已经从夜市里面出来了 就打算准备要回去了 嗯 很多朋友应该很 有疑问说 为什么我们每次的夜市都不买东西吃哦 对 因为我发现 南临所有的夜市他们卖的东西 基本上我们都吃过以前 所以我感觉没什么好吃的 都差不多 所以不想吃了 就是逛逛看一下有什么新鲜的 但是也没见有什么新鲜的 那是也不饿了 对也是不饿 嗯 嗯 所以呢 我们这个影片也分享到这里吧 对 好了 那我们本是本期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观看影片的同时 记得把广告也看完了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我们现在又回去咯 从哪里回去呢 从这边啊 回去估计也要10点钟了 要回头从那里出去吗 还是这边 从这里就可以了 这里哦 后面 好 戴上帽子先 早上煮的了的呀 嗯